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领袖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乌龙虎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团队 正挑战特别检察官Jack Smith的任命 试图撤销针对特朗普处理机密文件的刑事案件 这个案件可能会在选举前不会进入陪审团阶段 接下来,美国最高法院以8比1的裁决维持了一项联邦法律 禁止受到家暴限制令的人拥有枪支 这对保护家庭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最后,一名12岁的德州女孩在休斯顿被两名非法入境的嫌疑犯SAT害 这起案件引发了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移民政策争议 白宫发言人表示 任何犯下这种罪行的人都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多伦多新报报道 亚特兰大 共和党和保守派活动家 最近瞄准了三年前拜登政府发布的一项行政命令 该命令旨在促进选民登记 他们声称这项命令违反宪法并试图干扰即将到来的11月选举 共和党政治行动委员会最近的一封筹款邮件中 将该命令描述为强迫联邦机构成为拜登的个人动员选民机器 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委员会最近向各机构负责人发出传票 一组共和党州务卿要求最高法院审理挑战该命令的案件 尽管右派的反对声不断 但没有迹象表明该命令偏袒任何一方选民 白宫发言人罗宾·帕德森表示 政府将继续保护所有符合条件的公民的投票权 无论其政治派别 拜登在2021年发布了这项命令 当时全国各地的共和党立法机构正在辩论一波州级投票限制 声称广泛的选举欺诈导致前总统特朗普未能连任 帕德森在声明中表示 这些都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来自那些传播关于2020年选举的被揭穿谎言的人 他们利用这些谎言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法律 使投票更加困难 更容易破坏人民的意志 多伦多新报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道尔斯敦 在费城以北30英里的地方 高档住宅区如殖民地公园打断了奶牛厂 百年老实路边房屋和蜿蜒的内沙米尼溪流 这些城市曾是农村前哨 现在已经变成时尚的商业 餐饮和购物中心 这是美国政治中最受关注的地区之一 拜登总统在四年前翻转宾夕法尼亚州 从特朗普手中赢得了这个线 并在郊区女性中赢得了大量选票 拜登及其盟友试图在今年复制民主党在郊区女性中的成功 并表示他们可以赢得一小部分 可能反对特朗普第二次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女性 在宾夕法尼亚州巴克斯县的数十次采访中 很少有迹象表明传统的共和党人准备大规模抛弃特朗普 62岁的室内设计师林纳塔尔表示 我觉得我必须投票给政策而不是人 尽管他批评特朗普的言辞风格 但他支持特朗普在经济和移民问题上的观点 拜登竞选办公室的一群志愿者 最近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下午 分散在道尔斯敦周围的政治混合社区 敲开登记为共和党选民 以及位于任何主要政党挂钩的选民的门 询问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多伦多星报报道 前CNN主播和一名退休化学教授 正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决 以选出一位挑战美国众议员尼克·拉洛塔的候选人 这场比赛可能取决于个性和选民 对哪个候选人能给民主党带来最佳胜算的看法 他们在政策问题上的立场如此相似 以至于当地报纸东汉普顿新报 在关于他们最近辩论的报道中 打出标题 阿富隆和哥罗夫辩论大多一致 许多民主党人 包括地方官员和现任国会议员支持阿富隆 认为他是一个新面孔 可能更有机会击败共和党现任议员拉洛塔 阿富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共和党人本以为他们不需要在这个选区进行斗争 他们以为自己稳操胜券 现在他们要面对真正的挑战了 然而哥罗夫并没有退缩 他根据联邦记录 向自己的竞选活动贷款了120万美元 他的盟友也试图攻击阿富隆早期 在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办公室 担任演讲撰稿人的工作 哥罗夫表示他确信民主党能在这个选区获胜 这个选区从长岛东端的沙地 汉普顿延伸到纽约市东部的外环通勤郊区 多伦多新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将在周六向一群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福音派基督徒发表讲话 这些人强烈支持他 但希望他承诺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限制堕胎 尽管特朗普提名的三位最高法院法官推翻了联邦保障的堕胎权 但他认为支持全国禁令会在政治上伤害共和党 福音派运动的创始人拉尔夫·李德表示 他们希望看到联邦禁令 并希望共和党官员能勇敢表达他们的亲生命立场 尽管如此 李德认为特朗普不会因此失去福音派选民的支持 因为他在亲生命和亲家庭事业上做得比任何总统都多 根据AP VoteCast的调查 2020年约有八成白人福音派基督徒选民支持特朗普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占整体选民的约20% 除了提供选举支持 李德的组织计划通过志愿者和付费工人 在关键州敲开数百万扇门 为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拉票 BBC报道 负责唐纳德特朗普机密文件案件的佛罗里达地区法官埃琳·卡农 因一系列有争议的裁决而受到审查 卡农法官已经因推迟审判而受到批评 这几乎确保了审判不会在11月选举前进行 如果特朗普获胜并重新入主白宫 他可以指示司法部撤销案件 卡农面临的批评还包括考虑可能使审判陷入停息 T的论点 特朗普认为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任命是非法的 批评者认为卡农法官的裁决偏向特朗普 并且在处理审前事务上花费了太长时间 卡农法官自2020年起 在佛罗里达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任职 他的高调案件主要是特朗普的机密文件案 自接受此案以来 他多次推迟审判日期 并对特朗普辩析 护团队的几乎所有主张进行了听证 特别是他允许就史密斯是否被合法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进行辩论 这可能对审判构成最大威胁 尽管呼吁他回避案件的声音越来越高 但要将联邦法官从案件中撤职并不容易 这可能会进一步延迟审判 如果审判在选举前无法进行 特朗普若重新当选总统 可能会自我赦免 解雇史密斯或指示司法部撤销案件 雅虎新闻报道 白宫和拜登竞选团队 对休斯敦一名12岁女孩的死亡做出回应 两名被控谋杀的嫌疑人被发现是无证移民 乔斯林努加雷被发现死于一条潜溪中 休斯敦警方称他被勒死 白宫发言人表示 对努加雷的家人和亲人表示哀悼 并强调任何犯下这种令人震惊的罪行的人 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嫌疑人约翰·何塞·马丁内斯·兰格尔和富兰克林·佩纳 今年非法越境 并被边境巡逻释放到美国 特朗普指责拜登政府的边境政策 导致努加雷的死亡 并在Truth Social上称 这是拜登移民杀人案 拜登竞选团队则指出 特朗普在国会破坏了两党边境协议 尽管移民犯罪率低于美国本土公民 但努加雷的死亡引发了政治风暴 尤其是在选民关心的移民和边境安全问题上 Yahoo US 报道 华盛顿最高法院周五以81的投票结果维持了一项联邦法律 该法律禁止受到家庭暴力限制令的人持有枪支 这一裁决表明 尽管最高法院在2022年扩大了持枪权 但一些长期存在的枪支法律仍可能存活下来 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多数意见中写道 自美国成立以来 国家的枪支法律一直包括防止威胁他人身体伤害的 个人滥用枪支的规定 总检察长梅里克·加兰欢迎这一裁决 称该法律通过将枪支从对亲密伴侣和儿童 构成威胁的危险个人手中移出 保护了受害者 尽管这一裁决得到了绝大多数大法官的支持 但也暴露了在枪支权力问题上的分歧 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在其反对 意见中坚持认为 国家成立时的类似法律历史是决定性的 Yahoo! US报道 内华达州一名法官周五驳回了 针对六名宣称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赢得2020年总统选举的虚假选举人的案件 克拉克县地方法院法官马利·凯霍尔图斯裁定 州政府在错误的管辖区提起了此案 州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表示 州最高检察官将立即上诉 该案件涉及六名共和党人 他们在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 被指控提交虚假文件和伪造文件 被告包括内华达州共和党主席 迈克尔·麦克唐纳和副主席 吉姆·德格拉芬雷德 他们之前曾出现在调查国会骚乱的 刑事大陪审团面前 被告的律师对法官的决定表示满意 认为拉斯维加斯是错误的审理地点 其他战场州如密歇根和乔治亚 也有类似的虚假选 举人案件 特朗普的盟友在威斯康星州 和亚利桑那州也面临指控 Yahoo US 报道 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劳林伯伯特 在史蒂夫·班农博客节目中 为一项要求在路易斯安那州教室内 悬挂世界的法律辩护 称美国需要恢复道德 伯伯特在班农的战争室博客中表示 我们需要在国家和学校中恢复道德 如果我们要在孩子们面前展示任何东西 那就应该是上帝的话语 而不是某种可能在十年后 因信仰而被取消的觉醒时尚 伯伯特认为 孩子们可以从宗教信息中受益 但批评者认为 这违反了宪法中 关于教会与国家分离的基本原则 他强调了圣经中的反通奸信息 尽管他自己应在丹佛剧院的猥亵行为 而引起了关注 与此同时 班农因违反国会传票面临监禁 伯伯特则面临科罗拉多州第四选区的初选 Telegraph 报道 周五在阿肯色州的福第四小镇 一站名为Mad Butcher的杂货店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三人死亡 十人受伤 警方表示 嫌疑人在与两名警察的枪战中受伤并被拘留 事件发生在周五早上 当地和州级执法机构迅速响应 现场视频显示 停车场上至少有一人倒地 杂货店窗户上布满贪空 阿肯色州州长萨拉·赫卡比·桑德斯 对执法人员和急救人员的迅速行动表示感慨 谢 并向受害者及其家属表示祈祷 这起事件发生在美国总统乔·拜登 承认未能兑现许多枪支安全承诺的一周后 他呼吁全面禁止民用突击步枪的拥有 Yahoo U.S.报道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正在为副总统人选做最后的筛选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伯格姆 和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 成为两大热门候选人 消息人士透露 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 也在考虑之列 但由于他对这个职位的热情存疑 以及宪法上的问题 他的机会可能受到影响 特朗普公开表示 他预计将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前宣布副总统人选 但内部讨论还在继续 可能会在7月11日 他被判刑后立即宣布 以尽快摆脱不利的新闻周期 选拔的关键在于平衡一个非威胁性 但能被视为特朗普运动未来的副总统候选人 南华早报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的律师 在佛罗里达联邦法院便称 前总统被指控李机密文件不当的刑事案件应被驳回 因为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过于独立 特朗普的律师埃米尔·伯夫认为 史密斯的独立性超出了其他联邦检察官的限制 美国司法部律师詹姆斯·皮尔斯则表示 史密斯的独立性并非绝对 法官艾琳·坎农此前曾多次支持特朗普的请求 并允许其法律团队提出一系列动议 拖延案件进展 预计此案在特朗普和拜登面对选民的11月5日选举前 不会进入陪审团审理阶段 听证会还将继续进行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试图压制在其海湖庄园搜查中获得的证据 并阻止特朗普发表可能危及执法人员的言论 报道 联邦上诉法院周五裁定 奥巴马医保法案中的一项关键内容为限 该内容赋予一个健康工作小组有效的权利 要求保险公司覆盖一系列预防性健康干预和筛查 并避免对这些服务收取自付费用 诉讼的核心是德克萨斯州一些小企业 对其员工健康计划中覆盖HIV预防药物PREP的要求提出了异议 尽管上诉 法院没有推翻相关的奥巴马医保法案支柱 但其裁决的实际和直接影响仅限于本案的原告 法律专家预计,这起案件最终将上诉到最高法院 因为它涉及健康工作小组及其他联邦健康机构的宪法权利问题 公共卫生倡导者担心 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废除该工作小组的权利 这可能会削弱美国已经缓慢的HIV防治工作 目前,保险公司仍需覆盖包括PREP在内的预防服务 除非是案件中的原告 若该工作小组的权利被废除 保险公司可能会对PREP实施费用分摊或不覆盖更新更昂贵的形式 这将抑制那些最需要PREP人群的使用 Yahoo!US报道 唐纳德·特朗普希望取消消费税以期获得服务行业工人的支持 但一些人对此并不感兴趣 奥斯汀一家素食餐厅的经理兼调酒师Eliana Colley表示 取消消费税只是试图解决提升低收入阶层问题的一种误导方式 尽管服务行业继续增加就业 但随着消费者缩减外出预算 许多酒店、酒吧和餐馆在招聘和薪酬方面按下了暂停键 这促使劳动倡导者呼吁在竞争激烈的选举年提高服务工人的生活水平 特朗普在内华达州的集会上承诺 若当选将优告先考虑该政策 四名共和党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 允许纳税人对小费收入进行100%的扣除 分析发现这一举措将在十年内使联邦收入减少1500亿至2500亿美元 一些共和党人对该提议表示怀疑 但也有一些人支持 劳动团体表示 他们更希望提高基本工资而不是小费税减免 Color表示 真正的问题是雇主支付的工资不足 尽管一些消费者认为雇主应该支付更高的工资 但远非多数 至少25个州今年提高或将提高最低工资 主要城市如纽约和芝加哥也要求小费收入者获得全额最低工资 税收辩论将愈演愈烈 11月的选举将决定2017年共和党通过的税收减免的命运 其中大部分将于明高年导期 CNN报道 中国的军事力量可以在不发一枪的情况下孤立台湾 削弱其经济 使这个民主岛屿屈服于北京的统治 近年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行动 加剧了人们对共产党的担忧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警告称 中国有第三种方式 即通过灰色地带战术来隔离台湾 这些战术包括中国海警、海上民兵和各种警察及海事安全机构 可能会对台湾实施全面或部分隔离 切断其港口的通道 并阻止重要物资如能源来到达岛上 CSIS报告指出 中国海警像大多数海警一样被视为执法机构 这意味着它可以在不被视为战争行为的情况下 控制台湾周围的航运 报告称 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有义务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但如果美国军事干预中国所谓的执法行动 可能会被视为发动军事冲突 CSIS报告指出 中国海警拥有150艘远洋船只和400艘小型船只 台湾海警则只有10艘远洋船和约160艘小型船 无法抵抗隔离行动 尽管隔离行动可能会极其有限 但仍能对台湾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其他分析 人士认为尽管隔离行动在理论上可行 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巨大的经济和政治风险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已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有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信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比较长的研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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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